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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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鲑鱼籽比一般的鲑鱼籽还要大颗 真的很大颗 这个才真是有更不滋不滋 它整个炸开了在我嘴巴里面 它有鲑鱼的香味 很香很香 它的宝贝跟它的妈妈的味道是一样的 真的是有那个鲑鱼的味道 那我们接下来要吃什么 我们现在就来吃我们面前的这一个泡菜水饺 原来是泡菜 你这样看 你看不出它是脆的欸 可是你一咬下去 它的皮是脆的 它有炸过 真的 它这是炸水饺 来 先换给 哇 你真的生在日本欸 就感觉是在日本 你看 樱花多美啊 想想一想 好美的樱花 而且这个空气真的是很新鲜 还吃着这么新鲜的料理 对 然后我们两个看起来真的很新鲜 小鲜肉 我们也是小鲜肉 说到小鲜肉呢 我们当然也要吃这个 和牛配鹅干 所以这个牛也是小鲜肉 对 也是非常的鲜甜 哇 可以欸 跟我想象的口感不一样 它不会有那种奇奇怪怪的味道 这个还蛮好吃的 因为 你听到鹅干就觉得 鹅干可能会带一些怪味道 可是其实鹅干没有什么怪味 它只是一种油的香味 对不对 所以你看它的牛肉 它本身就已经很香 它用的是日本的和牛 然后再加上那个 鹅干那种 带一点油的香味 哇 真的很好吃 真的 我们的主食终于登场了 你看这个就是给你 它是黑松露素面 还有这个海胆 这个海胆真的很新鲜耶 这个也是一样入口即化 而且非常的甜 就是有一种很天然的海鲜的鲜跟甜 哇 这是什么 很香 它是冲绳岛猪软骨拉面 冲绳岛 这个猪肉是从冲绳岛来的 可能 我没有去过冲绳岛 我一直很想去 没有得去 没关系我吃它的猪也是一样 就直接带你飞过去了 真的很嫩耶它的肉 我知道为什么 入口即化 因为老板焖煮了16个小时耶 是 16个小时 所以它就等于是入口即化了 就等于放在你的嘴里了 就是不用什么咬 就直接可以溶化了 完全不用咬 你就算没有牙齿 你用你的牙龄 也可以把它吃进肚子里面 就像我们旁边这位 直接这样吃都可以了 可以 如果你像Lawrence这样牙齿不好啊 直接吃糖 也可以吃的 等一下我就去看牙医 好 现在马上来吃看这个竹篮果 嗯 真的耶 就算没有去沖繩呢 我也可以想像沖繩是一个很美丽 很好吃很多美食的地方了 这个甜品呢 你不是来到店里就可以马上吃到的哦 这是什么 这是两条鲤鱼嘛 对 而且这个呢 不是你马上来这边就可以直接吃到 你要提前跟老板说我要这道Coin 才可以直接做出来的 所以这个是在上个星期左右吧 我们的制作主呢 就已经打电话来说 有两位帅哥来这边吃美食了 麻烦准备好这个 嗯 快嘴里动 好吃 它是这样子的鱼的形状耶 它有很浓的这个绿茶的香味耶 它一直在抖 谢谢你今天带我来这里边赏银华边吃美食 不客气能够带你的重回 有日本呢我真是也很开心啊 因为我毕竟还没有去过日本 可是呢有位日本专家来这边评鉴这个日本美食呢 我相信更有说服力 所以下次你记得还要请我上你的节目啊 可以啊可以啊 你还会去什么国家 我再安排一下不同的料理 我什么国家都可以 谢谢 拜拜